花费2550美元购买秒天秒地的2015款日系车思域相不相 每次看到思域的时候就能想到一个梗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父子俩驱车来到拍卖停车场现场看车 因为是网上拍卖的 至于车具体是个什么样子 是否有水分等等都是需要现场检查一下 很明显可以看到后轮骨已经塌方 应该是后车悬挂出现了问题 右前轮已经断轴 这应该是车右前方发生了碰撞 车身上有些小伤外 内饰基本都OK 而且这辆车的受损率并不算太高 看来这次花费2500多没有白花 他们直接装车拉回自己的家里 准备再仔细检查一下整体状况 小哥迫不及待地打开门开始检查了内饰 刚坐进车里就觉得有股难闻的味道 所以内饰一定要清洗一番 随后又打开后备箱瞅瞅有没有什么宝藏 发现就是一堆纸皮没有别的东西 来到车头打开前机盖准备启动车 没想到节气门竟然被人拆走 进气管也被拆开扔在一边 空滤盒也不翼而飞 没办法只能先搭电看看能不能通电 看到这辆车总里程是不到9万英里 父子俩开心坏了 但小哥在车里开始发牢骚 不知道这车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当把头也会被拆掉 检查完后叫小哥打一下火试试 刚点火就把父子俩吓一跳 这应该是右侧皮带轮有什么东西在皮带上 一打火被甩出造成的声响 确定原因后小哥又回到车里进行二次打火 同样还是失败 还把他憋下了 紧接着又开始第三次打火 正常着车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没有节气门的原因 现在听起来声音比较大 他们简单清理一下发动机舱 用手堵住节气门让小哥再次打火 结果还是一把着车 这回俩人的心裁放回到了肚子 父子俩人开始研究私域的修复计划 整体维修问题并不大 简单商讨俩人就把私域升起来 开始把该拆的东西先给拆掉 看看有哪些部件需要更换 有哪些可以进行修复等等 整理出来一个购物清单 再根据清单去购买拆车件或者原厂件 现在整个过程就是拆拆拆 随着小哥把发动机前衡量拆下来后 基本上前面就算拆得差不多了 因为私域的发动机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发动机可以不用拆 小哥再次检查了一下发动机舱整体情况 发现还算不错 并且也找到了消失的空滤盒 到时候网上一装就OK了 他也没有停直接开始拆除车后部件 主要也是赶紧看看这个后悬挂到底怎么回事 顺道把后保险杠也拆下来 小哥觉得后杠皮上有划痕要把它做个修复 视线又来到了后悬挂 至于为什么会塌方 与前轮对比一下发现 后悬挂上竟然没有弹簧 看来这个车是个有故事和事故的车 车外观拆完后 小哥也决定把内饰处理一下 说车里的味道自己实在是忍受不了 本来这个思域也是给自己开 更加不能忍受 所以直接把车插起来从座椅开始进行拆除 拆座椅看起来非常容易 但也并不是很难 把固定的螺丝一一拆掉 座椅就可以取下来 大家有思域的可以试一试 座椅拆除后 小哥觉得中央通道肯定也有很多脏东西 所以中央通道也没有逃过被拆除的命 其实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想要接掉地板皮 中央通道就必须要拆 拆完中央通道后 发现手刹的解锁开关也不见 现在只能保持手刹拉紧的状态 小哥表示只能等拆车键回来再进行更换出 然后又继续拆除车里内饰板和地板皮 拆的过程中小哥找到了手刹的解锁按钮 他试着把按钮给装回去 但早已损坏无法安装 小哥无奈地表示只能等拆车键 然后开始接着拆除空气过滤器和滤芯 拆完后又是四个车门的内饰板拆除 小哥的目的就是彻底清除这辆思域内难闻的味道 大家一起欣赏一下小哥的拆解过程 如果有想自己拆车的可以学习学习怎么拆除 小哥拆完后表示自己再等零件车回来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问问零件车的内饰有没有难闻的味道 如果没有的话自己直接把零件车的一套全部搬过来 镜头一转来到了一辆红色的思域上 这辆车就是父子俩千挑万选买来的零件车 与自己拍的思域更好相反 这辆零件车是尾部受到了严重的追尾事故 整个后箱全部给撞了回去 但是车头部分确实完好 刚好可以来补齐自己思域的零件 现在把零件车放到自己的小板车上准备拉回去 至于到底有多少零件可以用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至少轮毂这些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零件车与拍下来的思域是同年同款车型 所以零件可以直接替换 再次检查了一下零件车的车况 发现零件车前脸部分非常不错 甚至连划痕都没有 到时候直接拆件喷上油漆就可以直接使用 最重要的来了 小哥要闻闻内饰有没有难闻的味道 零件车的内饰相比自己的思域要干净的多 但是由于追尾的原因 后排整体是往前拱着 还不知道能不能用 其他的一些东西都还在 比如当把头 手刹等还可以用 并且零件车内并没有什么意味 小哥怀着好奇心继续四处探索一番 看到后尾箱的地方确实是惨不忍睹 原本两个低音炮撞的只剩下一个 自己也忍不住一番感慨 在这里告诫大家 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然后小哥打开前机盖来检查发动机舱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干净 看来上任车主对这台红色思域保养的还是很好 目前父子俩需要的零部件也基本都全活了 如果说这台车发动机可以正常工作的话 还赚到了一个发动机 小哥把车接上电后 进入驾驶室给车通电检查了一下车辆里程 这台红色的总里程不到六万英里 要比自己的思域还要少差不多三万英里 他们同时也进行了打火 情况还是非常好的 一把打着火而且发动机是正常工作 看来这个是发动机是赚到了 随后又测试了天窗也是正常工作 小哥也迫不及待地进入车里感受一番 并且试着轰了轰油门 这个轰铃声还是很带紧 然后他赶紧下车仔细检查了每个轮轮 因为自己拍来的思域上轮毂是一块很大的问题 发现就是右后轮轮毂有点瑕疵 但是问题不大可以修复 现在最大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他们开始把轮毂先拆下来 再来拆发动机舱盖板前保险杠 车灯等等这些零件 因为是同款车型 所以零件拆下来后 就可以直接安装到自己拍来的思域上 整个过程小哥都是在拆解零件 这里没有太多解说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整个的拆解过程 在小哥拆解的差不多的时候 自己还给零件车换上备胎 开着车试了是零件车的悬挂 基本上也没有多大问题 看来这个零件车买对了 不愧是父子俩千挑万选出来的 现在小哥回到了自己拍来的思域边上 开始搞这辆车的前悬挂 正在拆除的是右前轮悬挂系统 拆完之后还需要把前挡玻璃前面的 密封盖板给拆掉 前轮悬挂塔顶还有螺丝连接 只有拆掉密封盖板后 才能把整个悬挂系统拆下来 然后把红色思域的前车悬挂 照原样再给装回到自己拍来的思域上 小哥先是把减震器安装上 再来安装传动轴 可能是这样安装会比较方便 把减震器塔顶螺丝一紧这样就掉不下来 再来安装传动轴就会很顺手 接下来就是把零件拼回去 螺丝一拧一紧 右前悬挂就玩火了 然后是最要命的地方 后悬挂没有弹簧 还好修起来也简单 把零件车的后车弹簧一拆 装回到自己的思域上就可以 小哥自己干起来比较费劲 就喊来老爹一起搞 一会功夫就把后轮悬挂搞好 顺带把轮毂也给更换了 目前就只差左前轮 但是小哥表示不着急 本来就没有啥技术含量 还不如把发动机舱搞一搞 毕竟节气门这些都还没有装好 小哥把零件车上的进气管 空绿盒给拆了下来 安装回自己的思域上 把电瓶往上一放 现在前面看着就是那么的回事了 他们觉得有必要再来打伺火试试车 钻进驾驶室开始打火 没有太费劲一把打招 就是声音有点奇怪 往前一看发现皮带轮 蹭着一块被撞回去的一根支架 顶着的水管 小哥的心也就放到了肚子里 表示没有太大的事 后面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 发动机一块搞完 就开始把前机盖给拆掉 来处理被撞的防撞钢梁 水箱支架等 对于小哥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而思域SR这款车有个好处就是 防撞钢梁 水箱框架 锡能和这些部件 不需要进行切割就可以单独拆下来 所以只需要拆掉零件车上的部件 与自己拍来的思域一替换就完事了 一些变形的地方能敲打的就敲打 不能敲打的地方就上拉拽机拉拽 小哥在拆水箱框架时还是费了不少劲 盯着大太阳咔咔就是干 轮毁上方有点变形就直接用前子进行方向矫正 再用锤子一点点敲打 这就说明一点 派来的思域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形 不然的话想要原位拼回去一定少不了拉拽机矫正 小哥也很诧异就先拧上一个螺丝暂时固定 再次确认了一下螺孔及焊点位置 发现都可以对上 这样就为接下来的修复大大的减少了时间 由于站着工作太累 小哥就回到驾驶室开始把方向盘拆下来 他比较嫌弃前任车主不讲卫生 而且这个方向盘磨损比较严重 所以拆下来直接更换零件车上的方向盘 拆解方向盘并不复杂 先把安全气囊拆下来 再把中间的螺丝一松就可以取下来 没一会功夫小哥不仅把方向盘拆了下来 还把零件车上的方向盘也装上了 他爹也没有闲着 正在给思域后杠提进行喷漆 后杠上有一些划伤并没有进行处理 而是直接喷上底气开稿 小哥这回也把水箱框架进行拆解和清理 他打算把水箱框架也进行喷漆 顺便也把车前叶子板也进行清理 随后小哥拆了一个快底 竟然是自己新买了一个前机盖 搞不懂为什么要新买一个 各位看官可以在评论区猜测一下 他爹主要负责喷漆工作 现在正在给前机盖喷上一遍底气 也把其他的一些部件进行喷漆处理 视频中可以看出来喷漆工艺还挺溜的 这次喷漆主要是对内面进行喷涂 车身外观处理完之后还会再进行统一处理 等漆干透后 小哥便开始进行零件安装 大家可以看出来喷出来的色差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看后面这父子俩是怎么进行处理的 他们已经安装好了水箱框架和前机盖 现在正在安装车两侧的叶子板 整体做的是个预安装 先看看部件之间的间隙 该校正的还是需要校正 都装好了之后车右侧叶子板与前机盖的缝隙有点大 因为之前事故撞击点就在右侧 肯定发生了一些变形 小哥把车开到拉拽机上把车架起来 开始进行车架校正 本身变形并不是很严重 只是轻轻一拉就可以了 所以在视频中无法看到拉拽的过程 但是可以看到前机盖与右侧叶子板的缝隙已经正常了 与左边缝隙只是大了那么一点点 毕竟车是自己开也不需要太注重细节 小哥把车灯对着裸孔位置一方 再次观察部件之间的缝隙 父子俩一口同声地说到没有问题 他拿着焊枪先做一个固定焊 然后再把车灯叶子板拆掉 主要就是为了保持一个最佳的车架状态 避免在拆解过程中因为拆卸外力导致车架有微变形 都拆完之后老爹就开始进行整体的焊接 原本水箱框架需要焊接的地方就不多 没用多久就完成了车架焊接 这些焊点是在里面就没有必要进行焊点打磨和喷漆 小哥觉得虽然不用进行打磨 但还是有必要进行喷漆 于是就拿着喷漆进行喷涂 虽然不美观但是至少可以防锈 喷完漆就开始安装西能盒和水箱框架上的一些小物件 现在整体的车架已经完成修复 就可以开始安装水箱 防撞两等大部件 全部装好后小哥给水箱中填上冷却液后 再次打火着车试听一下发动机声 声音明显要比之前好多了 但小哥觉得皮带轮那里还是有点问题 考虑到可能是皮带老化 所以直接更换了一条新的皮带 再次打火来听一下整体声音 这次还是非常满意 这台15年思域S2车架已经完成了修复 小哥现在要把车从拉拽机上放下来 开始安装车灯和前保杠 还不忘看一下与叶子板之间的缝隙是否完美 目前整体车辆的修复除了外观漆面外 可以说是基本完工 然后小哥把车开到漆房开始对车辆进行遮蔽工作 这个工作是板金喷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视频中可以看到小哥非常细心 把该遮蔽的地方全部进行遮蔽 大家可以看到前挡玻璃上并没有完全遮蔽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块前挡玻璃已经碎了需要更换的 所以这父子俩就调皮了一下 把自己的组合名贴在玻璃上 完成遮蔽工作后 小哥对喷漆面进行了最后的清洁工作 这个时候就该他爹上场了 选择先喷涂一层清漆 再开始进行底漆喷涂 顺手也把后杠皮的漆液一起喷了 三个小时后完成了喷漆 就是不知道把这些遮盖物去掉之后 车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会不会有很明显的色差 现在就只能等漆干了才能揭晓 一天后小哥把车开出了漆房 视频中可以看到色差并不是很明显 那现在就只差车辆内舍 他们首先是把原车手刹给拆掉 因为原车手刹只能紧不能松 更换成零件车上的手刹 也把零件车上的内饰全部拆下来 准备直接搬来装到自己的车上 中途发现车外后视镜还没有装 就停下来直接安装 安装好后就把零件车上的地板皮拿到车上开始搞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这辆思域的内饰是怎么安装的 我们不能只学拆不学安装嘛 做事做全套 各位看官也不要忘记点点赞 给个关注哦 三下五除二就把车内饰全部安装完成 已经开始安装座椅 再次离整车修复完成又进了一步 安装好前排座椅后再次感叹到终于没有那种浓烈的味道 同时还不忘吐槽一下思域的点火开关太靠上 点火时非常不方便 刚开始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感觉整个维修过程可能会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并没有想象中那样 相反感觉非常简单 完全就是更换一下零件而已 前后保险杠的漆也已经干了 小哥开始装保险杠上的配件 他先装上后保险杠 然后把车升起来开始装上大灯 装上大灯后发现雾灯的插头不见了 但是问题不大 毕竟还有一辆零件车在那放着 缺什么就拆什么直接装就完事了 装上前保杠后小哥再次把车升高 这是为了装底盘保护壳和前轮内衬板 最后螺丝一紧就算完火 接下来就是一些小部件的安装 现在整车基本上完工了 父子俩欣赏着自己从道到尾修复的这辆日系神车 忍不住感叹道 这车修得真不错 接下来最后一步 就是考虑把零件车上的前档玻璃拆下来给换上 但是仔细一看 零件车上的前档玻璃竟然有个小坑 觉得不是很完美 所以父子俩决定暂时不更换 现在车上的玻璃清洗一下还能用就先暂时放着 到时候直接买一块新的玻璃换上 然后给空调添加空调冷却剂 添加好后整辆车就算暂时完工 最后小哥进行车辆外观清洗后 迫不及待开着车上路是车 视频中看着小哥满脸的笑容就知道他肯定开心坏了 终于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思域神车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